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讲港股方面的走势 相信投资者见到今天的市场 也有点担心 昨天回来见到下跌的收市 今天来看继续跌势 整股来说会是多久又有多深 李宁观众现在还有货的话 其实应该怎样做呢 有货就不需要太担心 看你拿多少 如果你自己拿货不是太多 其实磁型保态就可以了 因为这次是一个健康正常的整固和消化 但如果你拿货比较多 或者在做孖展的话 当然是减磅 23,500,234,233 你未必有太大压力 但如果不幸 真的穿一穿23,000 就算我跟你说不用怕 你都吃不下睡不着 因为拿货比较多 一旦跌下去就会扩马前 好了 其实这件事 今个月到现在为止 都仍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由4日的23,944到8日的23,101点 比较肯定一点 就是今个月的波幅只有843点 根本上不可能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往后一定有更加高 否则就应该有更加低的指数 给我们减一度 问题就是先高后低 如果你不能扭转这个形态 既然是先高后低 你自便就继续向下低 这个是整个月的形态和格局 先定下来 再看看平均移动线的走势 目前恒指来说 已经是连续第7日走在10天和20天线之下 最低限到现在这一分钟 一天未能够回到10天和20天线上 未算是一个回稳 始终仍是处于反复代变 比较关键就是看紫色线 这条50天线 如果指数一旦跌穿这条50天线 情况就有点麻烦 因为整个中期升浪 是升了5888点 一旦去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调整 或者所谓中期的调整 断股都有千几点的反复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大家要看看 今年1月2日 市列口高开之后 是有一个上升列口放在 这个上升的列口是22,698 去到22,860点 这162点的列口 一直沿空等待回报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 这些在23,000点前头的上升列口 早保就比持保好 你早不保持不保 你走到比较高的时间 才回头向下保 那就不太好 好了 我们再看看 一个续沉顶的形态 一直向上走 直至到今个月5日为止 开始有点转变 因为当日是一个列口低开 这是一个下降列口 虽然之后是补回上去 但仍然有一件 介乎23,637 去到23,469点 168点的列口 是放在这里 还未补 你指数如果不能够向上补 这个列口 渐渐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头 就是一个头 一旦跌穿了 技术上是23,101点 便会继续向下走 如果真的这样 即是一个接着向上升的形态 以一个列口低开的形式 进行一个整固 之后再进一步向下走 这就不太好 老实说 大家要理性点去看看 一旦跌穿了50天线 整个中期升浪 升了5,888点 不太多 譬如这样 调整三分之一 指数很大机会 下跌到22,000点 这点大家反而要留意 因为如果真的这样 距离23,300 还有1,000点 如果我拿货少 我当然会开心 可以再跌下来 可以再买便宜货 看小做 但如果拿货多 压力就很大 因为牛皮整固 你的心已经不舒服 当我一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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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免不了被折摘 当然知道 如果早不沽前不沽 偏偏摸着最低位来沽 那就不值 近期在很多细形的讲座 我都提出一点 你问中期后市怎么看 我仍然看好 这个我不会变 但近期来说 从6月4日升到今个月的2月4日 已经升了5,888点 如果有1,000多点的调整和回调 根本上是很正常的 反而市一路咬住高台 不肯回吐 不肯调整 这个范围就不正常 既然升了9个月 你要做一个所谓的中期的调整 例如走回4到6个星期 其实对后市发展是更加有利的 相反来说 如果一路咬住高台 是不肯跌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市是不断向好 但入市的资金是会却步的 你越是不跌 人们就越是怕明日跌 越是怕后日跌 那你怎会去买货 相反来说 拿着货就简单 就放下指站位向上望 他亦都不急于沽 所以高台一路整顾 成交是少的 没有沽页 因为大家不急沽 方向后市仍然看好 至于买盘 老实说就稀疏了 因为早不买前不买 摸着高位来买 大家都担心 今天买完明天就回 宁愿先等一等 要是等什么 等到大市真的升破了23,944 还要出现成交金额是大的 他才会跟 相反来说 上周四周五 農曆年价之后 市仍然转定了 但成交金额 第一天只有五百多亿 第二天更加四百多亿 这些动力根本不像一个升浪 也不像一个沉顶的形态 绝对不像 再说多次 升市一定要成交金额支持 没有成交金额支持的升势 一定受贵限 相反来说 跌市就不需要成交金额 因为持货多 要走上来 什么价都走上去 扔出去收钱 人最怯的时间就是这个情况 越是有些不利性沽盘出来的时间 但是省户追着沽的心态 是越明显的 因为怕明天会更加便宜 后日再跌就输多些 所以跌市是不需要成交禁额的 当然知道 现在这一分钟是23,316点 距离那条五十天线 还有二百多点 暂时需不需要太担心 其实做一些风险管理就可以了 因为就算跌千五十天线 出现一个中期调整 预计再进一步向行的幅度 即使有都不会太大了 因为有两个基本因素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 第一个就是资金流动性很强 而且是相当强 市场不是缺水 市场是相反来说是大把钱 暂时来说没有入市的借口 第二样东西 利率仍是处于历史的低水平 那你试想一下 拿着资金你不入市的 利益点 让他等等来便宜点才买 问题不大 但当市一开步而上的时间 你拿着现金比较多的话 跑输大市的情况就比较明显 况且钱版银行是没有食售的 要么买楼要么买股票 但楼价就算你贴着高位 可能还会继续向上限 但普遍来说楼价略高了一点 所以大家入市 除非自住 如果真的买来炒 或者买来投机性 hold货那些 多多少少会有那么多却步 那资金走得去哪 其实有不少的 一些专业人士都表示 今年是弃股重溜 因为楼价高企 在高水平 但股票又不少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大幅度折让的情况 尤其是楼市已经升了10年 03年到今年10年 但股票期间相当反复 首先在08年出现金融海啸 楼又楼升股又股跌 这个情况也比较怪 接着欧债危机也出现了 又造成楼又楼升股市又股市跌 到现在来说 美国在量化货币政策主导之下 美股已经回到14000点以上 一直咬着高台 至于欧洲暂时来说 我相信新日来的问题应该看不到 不是代表欧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而是最低限度现在市场 不会因为欧债事件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避险情绪 相反来说 在美国10年的债息已经上升了两厘 即是资金是在走出来的 走出来要做些什么呢 第一当然是不会拿禁 因为现在太平成势又没有战争 你金价没有藉口炒上 当然通胀是有因令金价被推高 但金价由低位上来 其实累积的升幅已经不少 严格来说 由1920元的昂市金额到现在为止 都是处于生后的消化之中 短期来说很大机会 会进一步下市1580到1600元的支持 既然是这样的话 资金也不会流入金市或者贵金属那边 剩下来我相信大部分都会流向股市那边 既然是这样的话 市场仍然有资金不断支持 即市亦是欲跌环优 即是变成了虽然升不到 但要去大幅度下跌似乎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现在资金实在太过充裕 到底今个月最终是升博23,944 还是跌穿23,101 其实现在没有太明显的启示 不过我过来觉得 如果指数能够稍微向下调一调 甚至顺势回补今年1月2日 为了下来的上升来后 对后市的发展就更加有利 我对后市的看法仍然保持乐观不变 不过短期来说 如果大市一路持续咬着高台不肯下跌 就反而是不利于后市的发展 近期来说市况虽然有少少的断定 包括就是连创五回来看到市 作一个急升 从而是渐渐升了一条五十天线 但是看看动力方面不配合 全日只有五百多亿成交 到星期五更加只有四百多亿成交 这一两天的成交金额那么稀疏 显示了大市虽然有少少断定了 但是暂时来说 是欠缺进一步向上走的一个动力 升市没有动力的支持 其实升势一定受惠限 现在我都在等 到底指数是升破十天线 还是跌穿五十天线 假设如果升破十天线 自必然进一步向上走 甚至乎再尝试收复二十天线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今个月五日遗留下来的下降列后 亦有机会被回补 回补完之后当然是市顶 不用说 但反过来 如果进一步受压 而刺穿五十天线 意味着整个形态 可能会进一步向下走 甚至乎趁机会回补 1月2日为落下来的上升列口 简单说 上面有一个下降列口 放在这里等你的市去补 下面亦有一个上升列口 放在这里等你的市向下补 到底是上补这个列口 还是下补这个列口 暂时来说真的不知道 不过对短炒或者牛熊症的炒家来说 现在最重要是留意什么 留意五十天线的防守性 还有留意十天和二十天线的阻力位 如果指数能够向上走 升破十天二十天线 成交量大的话 老老实实 再进一步向上升的机会 是相当高的 相反来说 成交金额仍然起疏 如果一旦跌穿到五十天市 做好风险管理就比较自保 因为那一刻真的会进一步向下走 始终升了五千八百八十八点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点戒心 一直都呼吁大家 一定要有两手准备 就算买货也不要太多用 好 谢谢郭sir 和我们讲回港股方面的情况 都和大家密切留意 跟进 跟进 主要蓝筹股 临近半日收市的最新表现 先说回控 跌一毫 最新报八十七个一 中移动稍为升两毫 中国银行要跌两先 公司行跌三先 建设银行跌一先 最新做六个半 看另外几只 港交数要跌1% 中人秀跌六毫 最新跌超过2% 有邦保险要升一毫 腾讯方面最新报276.4 升了1.4 而金沙中国跌幅比较大 跌超过4% 现价做36.2 另外几只 长江石叶升6毫 收入基地产跌1元 九仓跌5毫半 中海外跌3毫 而华银行跌4% 现价做21.6毫半 看油股方面的走势 中海油 跌至1% 中石油没有升跌 中石化升3 昆仁能源跌1毫 而中国神华跌4毫 跌幅是超过1% 刚才说到金沙中国跌幅比较大 亦是今天行指成份股里做得最差的一只 要跌超过4% 消息方面 澳门2月首17日的博彩收入 是低于预期 根据回证报告指出 有消息传出来后 豪岛板块也要全线下滑 先问郭瑞 澳门方面豪岛的情况是怎样 相关板块也被查 因为这个消息而拖累到 也很正常 20元鬆一点 升到上近的高位 39.9毫半 升了100% 给个图大家看看 已经明白了 你看看 不要说太远 就说9月份 左边的水平 当时 仍然是26元左右 你去到现在39.9毫半 升了50% 是50% 经过50%的上升之后 股价稍为整固和消败 有甚麽出奇 不过 由于近日来说 不单止是10天 20天线跌穿 而且这两天 触及50天线 这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警号是亮起了 所以高价如果是 抓货比较重的话 记住 现在做好少少风险管理 不要低估了股份回调的幅度 也不要高估了自己防守的能力 记得 好 看到熊多班比较做得差少少 和大家跟进相关整个板块股份的最新表现 银鱼方面现在跌超过5% 澳博也要跌至5% 跌至1元 最新做19.4 而新豪博额现在跌至1.05元 跌至2% 永利澳门跌至超过30% 金沙中刚刚说到跌超过4% 美股煤也要跌至近4% 最新做16.98 好 谢谢郭Sir 跟我们分析一下 上周来说大市方面的走势 先和你做个申报 刚刚说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 我持有人保 谢谢郭Sir 再和大家跟进多次行市方面走势 本日来的跌了62点 收报在23319点 大气成交方面290亿 国企指数跌90点 做11644点 其次方面跌2点 23331点 高水11点 成交难方面竟已超过26000多张 上周的直播时间到此为止 我们1点钟再见